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亲密》 听到亲密这个词,你可能以为这又是一本写给情侣的爱情宝典 不过,这本书所说的亲密可不是指爱情里的你浓我浓 而是指有情世界里的亲密无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在社交网络上结识了很多朋友 但真正称得上亲密的好朋友寥寥无几 曾经朝夕相伴的好朋友也渐行渐远 变成了过年才问候一生的陌路人 如今,一份真挚的友情,珍贵程度可以说不亚于爱情 不过人们为了爱情往往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 相比起来,对待友情的态度却很随意 和朋友交往难道就只能两手一摊顺其自然吗? 如果我们更主动一些,是不是就能收获更完美的友情呢? 本书的作者沙斯塔尼尔森是风靡北美的交友网站GFC的创始人 也是友情方面的专家 他在赫芬顿邮报上开设的人际关系专栏广受欢迎 对于友谊,他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好朋友不是从天而降的 友情和爱情一样需要用心经营 在这本书里,他分析了为什么人们会忽视友情的经营 用友谊的三角模型系统地说明了亲密友谊是如何建立的 如何发展高质量的亲密友谊 好,下面就进入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们会忽视经营友谊这件事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网络时代让人们误以为自己不孤独 你可能会说 社交网络不是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吗? 的确,有了互联网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容易认识新朋友 每个人热闹的朋友圈和微博首页 都在向你显示着你的朋友变天下 但是社交媒体啊 其实是在制造一种不孤独的假象 人们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更密切 社交的圈子也更大 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贬平和肤浅了 技术倾向于简化生活中一切复杂的事物 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 必须要花费足够的精力和耐心才能处理 这种点一下屏幕就添加了一个朋友的方式 只会让孤独感加剧 这是因为孤独不是一种客观状态 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感觉 它与连接的人数无关 而与连接的质量和意义有关 就算很多人给你点赞 你仍然有可能感到深刻的孤独 仔细审视一下你的通讯录 有多少朋友只是平常不会见面的点赞之交 有多少朋友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会出手相助呢 孤独其实和饥饿一样 它们都是身体发出的一种有益的预警信号 提醒你缺少了什么 当感到饥饿的时候 你就应该吃点东西补充能量了 当感到孤独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去和同伴建立连接 如果你忽视身体发出的孤独信号 会有什么后果呢 在心理上啊 你会产生焦虑 抑郁 多疑等等负面情绪 在生理上呢 免疫系统的功能也会被削弱 除了网络会蒙蔽我们的双眼 很多人其实打从心里就不愿意承认孤独 一提到孤独两个字 人们往往会联想到 抑郁 悲伤 孤立和苦涩 这些负面的感觉 这些负面的感知 让我们不想也不敢承认自己孤独 说出我感到孤独这句话 就好像是在暴露我们身上的某些缺点 比如没有人喜欢我 我没有知心朋友 更普遍的情况是 很多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独感 不过呢 却盲目地去结交更多朋友 希望这样能缓解孤独 实际上我们孤独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朋友 而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不够美好 不是因为生活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而是我们总想把生活中的事情 与好朋友一起分享 不是因为我们缺点太多不招人喜欢 而是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的认可和鼓励 这才是孤独真正的原因 前面我们说到孤独与连接的人数无关 而与连接的质量和意义有关 要想对抗孤独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朋友 而是更高质量的友谊 不是结识新朋友 而是懂得与老朋友更亲密的相处 现在你已经找到了对抗孤独真正的解药 那就是高质量的亲密友谊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亲密友谊是什么 又是如何建立的 如果你有一个亲密朋友 你可以对他畅所欲言 无论是兴高采烈还是悲伤痛苦 他会耐心地聆听你的倾诉 完全相信你说的话 一如既往地关心你 理解你 重视你 如果你有一个亲密朋友 你们在一起做任何事情都会很开心 不管是一起去旅行 一起逛街 还是在午休时候讲五分钟的电话 如果有什么好消息 你也会第一时间和他分享 真心替他感到高兴 这就是友情带来的满足感 如果你有一个亲密朋友 你会把他的名字列入紧急联系人 你知道 只要你向他求助 他就算赴汤蹈火 也会及时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也会和他分享秘密 不用担心他会宣扬出去 或者拿来伤害你 这就是友情带来的安全感 用一句话来概括 亲密友谊就是双方都能拥有 存在感满足感和安全感的关系 在这段关系当中 每个人都觉得被关注 被信任和被理解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建立起 理想的亲密友谊呢 亲密友谊的建立和维持 离不开下面三个关键词 积极、默契和示弱 如果把友谊想象成一个三角形 那么这三个关键词就是三条边 共同构成了坚固的亲密友谊 这个三角形最下面的底边是积极 积极是所有友情的根基和起点 友谊往往是从一个微笑 一句赞美 一次愉快的交谈开始的 如果一个人常常带给你喜悦 激励 希望 这些积极的感受 那你们就很有可能成为朋友 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和麻烦不断的人 经常剥离心需要安慰的人 还有动不动就生气的人共处 当然 积极不是要消灭生活中的一切消极情绪 毕竟呢 痛苦、失望、悲伤和沮丧 都是人生中的必然经历 也是友谊中的一份珍贵体验 积极这个关键词的意思是呢 亲密友谊中的积极要大于消极 研究表明 一段优质的亲密关系中 积极和消极的最低比例是5比1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次压力、争吵 或者是未满足的期望 我们都需要5种以上的积极体验来弥补 才能保持和谐状态 这就好比你拥有一个友情账户 积极体验就是你的存款 消极体验就是贷款 你的积极存款越多 你的友情账户就越富足 当你在友情账户中存下足够多的愉快精力 那么你在难过的时候 就大可以靠着朋友的肩膀哭泣 但是如果你贷款过多 比如你平日里对朋友就很少关心 生日时候也忘了准备礼物 那你们的友情账户就会透支被注销了 所以说 做一个积极给予 乐于奉献的朋友很重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友情里付出更多的一方 针对这个问题 作者调查过一千多名受访者 其中只有26%的人认为 在友谊中彼此付出的比例相当 60%的人都认为自己付出的太多了 心理学家把这种高估自己贡献的倾向称为责任偏差 为什么会产生责任偏差呢 因为人总是倾向于关注自己做了什么 或者和自己相似的所作所为 比如如果你常常请好友吃饭 那当你意识到好友很少回请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自己付出的太多了 但这时候你可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 他每年请假也会参加你的生日聚会 旅行时总会给你带礼物 或者每年生日都会第一个送上祝福 所以在和朋友相处的时候 你需要把对自己的关注分给对方一些 细心地发现对方各种形式的付出 不要吝啬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随时提供积极的反馈 我们感到对方给予的不多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朋友没能够准确地回应我们的需要 举个例子 假如你的爸妈给你安排了一个很体面的工作 你的朋友知道之后 马上给你发来微信祝贺 还想约你吃饭庆祝 但是你自己其实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更不喜欢父母干涉你的职业选择 你希望的是朋友能够理解你的苦闷 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但是别人却很难猜透 如果你主动跟朋友说清楚 这份工作是父母强加给你的 你根本不开心 那你的朋友就不会按照惯常的反应 恭喜你 而是会听你倾诉你内心的苦闷和矛盾 所以说要试着去表达你真正的感受和需要 只有这样 对方的真心和付出才会更有意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友谊三角的第二条边 默契 如果你和朋友之间的默契度很高 那你就能准确地猜出对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反应 很多事情不需要商量就能达成共识 这种可预测性会让你拥有安全感 让你愿意交出你的信任 培养默契和信任没有捷径 需要大量的投入 不过呢 这里的投入可不是要让你掏出钱包 而是需要你用心投入和用时间投入 用心投入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提升朋友在你心目中的优先级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 等着你来解决的事情 你的电脑坏了 需要修理 你的房子脏了 需要打扫 你的冰箱空了 需要采购 不过 如果你从早到晚都忙着解决眼前的琐事 想着有空了再和朋友相聚 那你自然没有多少时间经营友情 朋友不该是有空才想起的人 而应该是心里一直挂念和珍惜的人 很多人都把忙当成忽视朋友的借口 但事实是 你越是忙碌 你的生活中越需要朋友 因为友情能帮你舒缓心理压力 给你带来能量和喜悦 说不定啊 还能为你解决眼前棘手的问题 你要做的呢 不是忙完手上的事情再来好好经营友谊 你要先在心中装下朋友 然后在友谊的周围安排其他的生活事项 回顾一下 如果你经常对朋友说 下次有机会再聚 那你就应该重新思考一下 你对朋友的重视程度了 用时间投入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 不要在友情里追求效率 真正的友谊需要长期培养 再好的朋友也需要重复的实践和磨合 如果像处理工作一样 过度渴望速度和效率 你可能会萌生这样的念头 我不该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或者 我们好多观点不同 做不了好朋友 这种想法就过度功利了 我们都只是凡人 不是友情的预言家 在敞开心扉去接纳不同的朋友之前 你不会知道 谁才是你最终的好友 人的表现受状态的影响很大 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情商指数不是一个恒定值 会在两个等级之间起伏波动 这取决于他当时的压力反应 当他进行自我保护 或者得到别人支持的时候 看起来会更阳光健康 当他害怕和疲惫的时候 就会表现消极 所以说才见过几次 就给出一次性的评价 那这个评价极有可能是不客观的 你也极有可能错失一个亲密好友 建立友谊不是金融投资 我们需要的不是找到一个成本低 收益高的最佳策略 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 交到最高质量的朋友 实际上呢 在友情这件事情上 我们更应该随心所欲 遇到感兴趣的人就敞开心扉 花时间相处看看 充分了解之后再做判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友谊三角的第三条边 示弱 示弱这个词常常遭到误解 许多人觉得 示弱就是要坦白一些秘密 或者羞耻的事情 颠覆自己平常光鲜的一面 去揭开自己的伤疤 这样理解呢 难免会让人感到恐惧和不安 在一段友谊里 示弱其实就是递给朋友的一把梯子 我们出于信任 主动选择降低自己的心理防御 让朋友越过心墙 来到毫无保留的 最真实的自己面前 所以说 示弱不仅不意味着软弱 反而象征着内心的勇敢和强大 通过示弱能够化解猜疑 增进理解 让我们看到彼此的真心 比如说 你遇到问题心乱如麻的时候 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其实就是想找人倾诉 如果对方理性分析给了一大堆建议 你反而会觉得更难受 这时候你可以告诉朋友 我现在心情很乱 根本理智不起来 我现在真正需要的 就是你的倾听 这就是在了解自己情感诉求之后的一种示弱 虽然你展现出了软弱无助 丧失理智的一面 可能自己都觉得有些丢脸 但对方会感受到你对他的信任 努力去理解你的感受 你们之间的情谊将更加深厚 另外呢 有一种示弱的方式 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 那就是欣赏和庆祝彼此的成功 为什么这也算是一种示弱呢 因为在你承认朋友很正派 很优秀 很可靠 很坚强 你很喜欢和关注他的时候 恰好也显露出你自身的不足 欣赏和庆祝彼此的成功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朋友身上的闪光点啊 有可能恰恰就是我们生命中缺乏的东西 会让我们感到自卑 甚至嫉妒 比如和你同一年毕业的朋友已经当上了经理 而你在公司里还只是一个小部门的主管 在得知他升职的消息时 你心中多少会有些酸 这是人之常情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对他说 祝贺你当上经理 如果我还不承认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嫉妒 就是在撒谎 不过我从来不会质疑你的成功 这是激励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这样一来 示弱既表达出你对朋友的认可和赞赏 也帮助你把极度的负面情绪 转化成了自我激励 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不过呢 一旦你有意识地去做 你的朋友会更加珍惜和你的友谊 因为你不是在虚情假意地祝贺 而是真心地认可他 为他高兴 另外你还可以主动制造示弱的机会 比如你和朋友每次相聚都会戴着精致的妆容 出入画廊音乐厅这些场所 那你可以试试 组织一次户外露营 在搭帐篷烧烤 看星星的时候 发现更真实的彼此 朋友圈里的料理女神 很可能会把肉烤糊 总拉着大家讨论星座的朋友 可能对观星一窍不通 虽然大家会暴露出不完美的一面 但真实的彼此其实更加动人 除了安排新鲜的活动 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是拓展你们的聊天话题 你们可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交谈 谈谈你们的童年 谈谈你们对友情 对世界的看法 或者谈论梦想信仰 这些抽象的话题 当话题不断扩展的时候 你们友情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扩展 你们会对友情充满信心 因为你们是无话不聊的好友 好了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 友谊三角是如何构成的 以及怎么样才能针对好 积极 示弱和默契 这三条边精准用力 让友谊的质量 顺着友谊三角的两条边 层层提升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这三者的比例 不能很好的平衡 实现同步的发展 那么友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说默契不足 示弱过多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会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喋喋不休 信口开河 把自己的故事 从童年讲到结婚 可惜的是 目前单薄的情感纽带 根本招架不住 这么大的信息量 这就是所谓的交浅延伸 虽然在倾诉的时候 示弱和挖掘自我的感觉 也许很好 但安全持久的亲密关系 需要足够的默契和承诺来支持 过早的放下防备 交出全部真心 其实是把自己 置于了危险和不安之中 要想达到亲密 需要有足够的默契和信任 反过来 如果默契过多 示弱不足 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已经感觉 对方就像一辈子的好朋友 但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太少 一年也只相聚几次 不能常常得知 对方的近况和感受 那么这一段充满信任的友情 还是会让人感觉孤独 因为想要关心却关心不得 只能任由彼此 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如果你有曾经关系要好的朋友 想要挽回 就可以从增加示弱开始 你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信任和默契 你完全可以向前一步 和对方分享 你藏在心里的故事和感受 通过示弱敞开心扉 才会感受到被人理解 和与人紧紧相连的美好体验 好 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积极 默契和示弱 三条边平衡发展 共同组成了稳固的友谊三角 积极是指亲密友谊中的积极性 要大于消极性 在多多创造积极体验的时候 记得要珍惜对方的付出 试着去主动表达自己的需要 默契既需要用心投入 提升朋友在你生命中的优先级 也需要用时间投入 不要过分追求效率 示弱要求你降低心理防备 了解和袒露最真实的自我 欣赏和庆祝彼此的成功 并且主动地发起 打破常规的活动 谈论更多新话题 在互联网的浪潮下 每个人连接的人数越来越多 但孤独感却有增无减 我们仍然是一座座孤岛 要想对抗孤独 我们需要的不是结交更多新朋友 而是经营更高质量的亲密友谊 借助有一三角模型 希望你能更好的发展一段亲密友谊 好 亲密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